订阅本频道不错过任何肖战资讯 万众期待的庆余年儿 终于在5月16日开播了 可惜这一季的质量 远远不如第一季 剧情 演技 笑点 人设等方面 感觉都有所下降 一些新加入的演员 也都出现了被吐槽的情况 尤其是新版颜冰云 颜冰云表面上是检察院四处颜若海的儿子 其实真实身份是肖恩的孙子 他被陈平平带回南庆 成了颜若海的儿子 还被培养成了优秀的间谍 颜冰云在第一季里 去北齐皇都只掌蝶网 却惨遭长公主出卖 被沈仲严行拷打了一年 幸好有沈婉儿经常送去药物吃食 最后也是在他的帮助下 范贤等人顺利就出了颜冰云 原助理对颜冰云的形容是清爵俊秀 聪明决定 意志力坚定 是那种很优秀的贵气世家公子 颜值和智商都很高 第一季的颜冰云由肖战出演 当时他在拍摄陈情令 就来庆余年剧组客串了几天 但因为肖战的扮相 粉丝刷屏 路人员等问题 导致这个角色一直处在风口浪尖 或许是为了突出颜冰云 受刑虚弱的问题 第一季里前面几场戏肖战的面色蜡黄 头套也过于紧绷 还有眼睛的部分 眼白似乎有点多 和他平时的眼睛区别挺大 同时其拍摄的陈情令 肖战版未无限的造型 就很明显好看许多 最后一集去掉了蜡黄色的粉底后 在自然光线下 肖战的脸就正常了很多 颜冰云的戏份主要集中在后面几集 第一季最后和范贤合作 赐了他一剑 到了庆余年儿 颜冰云也有很重要的戏份 这一季颜冰云肖战不再出演 而是换成了和他有点像的吴信剑 曾经引发巨大争议 当正片播出后 新版的颜冰云让人有点失望啊 吴信剑版的颜冰云 依然是穿着白衣 打扮类似肖战版 他也算是五官端正的帅哥 只是缺少了颜冰云的贵气故事感 加上身高和张若云相差太多 气场就难免被压制弱了 另外就是吴信剑在剧中的名嘴问题 惨遭拳王吐槽 若是没有注意还好 可是名嘴被观众发现后 就无法直视了 提到名嘴的问题 可能大家都想起了杨幂 她的名嘴问题 就被狠狠吐槽过 杨幂以前在好几部剧里 曾经也有名嘴的问题 好在现在已经改掉 庆余年二的开头 为了让观众尽快入戏 还重新拍摄了 颜冰云次范贤的名场面 有网友把两个版本的进行对比 这一比较 差距顿时就出来了 论身高颜值气场方面 还是肖战的版本要更深一筹 肖战把角色的隐忍贵气 诠释得挺到位的 就是装造方面有点拉胯 发套绷得太紧 一定程度拉低了她的颜值 颜冰云本是配角 奈何因为肖战这几年的走红 导致关注度超高 如今肖战已饰演男主的顶流 合作的是徐克正小龙等导演 自然不可能再来演这种小配角 节目最后 希望小伙伴们点开小铃铛 follow一下 本频道专注肖战作品 资讯与综艺 一起为宝藏偶像打call